我以前是那种 可以很认真谈恋爱放闪 那也可以认真玩社团 然后呢 半夜四年起来读书的人 因为我想要什么都做得很好 就又漂亮又会念书 又会玩那种 对啊 因为很多同学 他们都不相信我是有念书 但是因为我都一直 排行在前三名 最讨厌 都没念都没念啦 但是我会这样 前三名 我还是会 他们都还会偷偷去问我室友 说佳芸真的有念书吗 平常都看他在谈恋爱耶 对 那因为我就是一个 想要什么都做得很好 因为我是摩羯做的 对 所以就是有一个工作狂 对 那可能大家都觉得说 这样子好像 就是一个乖乖的学生啊 然后就大家都会很羡慕这样子 对 但是其实我心底 是一个很反骨的人 对 就是 大家因为我是营养系嘛 所以呢就是同学 大概在应届毕业的时候 都会去考营养师 可是因为我当时 我就是非常的不想要考营养师 因为我去实习了之后 我觉得营养师在医院里面 好沉闷喔 这很不像是 我想要的职业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就是 虽然功课很好 可是我也是表明说 我不考营养师 对 然后 在大家就是毕业了 纷纷去找工作了 然后我就是选择去念研究所 那我那时候就念师大的 那个营养研究所这样子 然后因为刚进去 才是营养相关啊 对 然后进去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我跟别人不一样 可是这个不一样 让我觉得有一点自卑 因为我身边的同学 大家都有营养师的证兆 对 那我一开始觉得 没什么这是我的选择 可是因为同才的压力嘛 然后再来就是 我当时的指导老师 他就跟我说 嘉宇你一定是资质不好 你不敢去考 激到你了 对 我就是不能激 要也是我不要 不是我考不上 没错 所以呢我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我就一次就考到了 哇塞 对 他就天生读书的料啊 做什么都顺利的 就因为我是一个我会去设定目标 然后我就想办法去完成它 因为我也很爱面子 我自尊心很高 不过通常人生这么顺利的时候 路遇到什么样的一个 打击 小小的打击 都会觉得特别的加倍的压力大 是 没错 因为我在学生时期就是大家都觉得是好学生 然后我其实在班上前三名 只要你有拿到了那个第一名的滋味 你就不能够去忍受你是第二名 对 所以那时候我的个性就是觉得说 不行 我一定要维持全班第一名 对 我就很认真 大家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在念书 哇 很浩强 那你后来毕业到生计公司上班 对 那是我第一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的结局是被开除 没错 就是 怎么可能 其实我也觉得我自己表现得很好 因为老板他也是一直很赞赏你 然后还给你很多机会去拍影片 那那时候因为营养师都要拍胃教影片 我三个月给他们拍了二十几支的影片 然后他在第三个月还在那边称赞我说 佳瑜你表现得很好 结果到第四个月就跟我约谈 然后就跟我说 公司现在不需要营养师了 我就莫名其妙就被开除了 他把你榨干 对 是不是榨干 榨干完 没有利用价值了 快速入二十支 对 你知道你所有的东西都一次讲完 没错 是不是这样 对 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就被开除 所以当下其实我是很错愕 可是你也只能接受 因为你是个新人 然后那时候对于社会的残酷 还不是那么了解 对 那我也只能默默地收东西 就走人了嘛 可是我在回家的路上 我是一路大哭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挫折 见证到真实社会的可怕 你后来去药局上班 也被排挤 没错 为什么 其实我自己认为 我就是以前那种班上说 有表演 有谁要表演 我一定第一个举手 我要 我要跳舞这样子 就是很勇于表达自己 比较出风头的 对 没错 通常这样的人都会被人家 就是恶隐想想 对 没错 那因为我去药局 我就想说那没关系 那我换个环境好了 说不定这是我的舞台 结果因为我是个新人 然后药局的生态 其实还蛮黑暗的 因为他们有业绩制度 那只要你跟他们的客人 讲到一句话 他们可能就会觉得 你在抢他的客人 然后甚至到最后 他们就是因为结账的时候 要key自己的员工编号 那他们就是霸占收银机 就不让我去结账 那就是叫我去后面补货 对 所以我当时 这个算职场霸凌 算不算 可是我觉得其实蛮多新人 都朋友类似 是 没错 而且大家都不敢讲 对 而且我那时候就是沦为 只会补货的营养师 我当下真的是觉得 就是自己到底做错什么事情 那后来你怎么度过的 后来因为我实在我的个性 不喜欢跟人家抢东西 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就走人了 那我想说我还是回归生技公司好了 那后来因为我自己是很追求 这个工作上的成就 那我也在这家生技公司 就是研制了防弹咖啡的冲泡饮 对 爆火 对 因为当时其实防弹咖啡 是在美国流行的 但是它是用那个果汁机 去打成防弹咖啡 那我当时其实就是一开 就是觉得说 像我这样的那么懒惰的人 我怎么可能每天都在打果汁呢 对不对 用果汁机去做嘛 所以我想说给它做成冲泡饮 然后我就成功帮这间公司转型 对 然后他们 大公一件耶 没错 这个是赚很 对 因为他们 他们又开了另外一家公司 真的赚很多钱 对 那我当时 没错 就是当时觉得 我应该可以平步青云了嘛 然后可是呢 又来了一个转机 就是转机就是 那时候有空降了一个 我的主管下来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 怎么没有升你还空降主管 对呀 然后那个空降主管 是因为它有关系啦 恍清国气啦 对 然后因为从国外回来 然后就会觉得说 谁都不看在眼里这样子 那因为当时董事长 其实对我是礼浪三分的啦 那我就很没有办法去接受 人家对我遗旨气使 就是叫我去端柴啊 叫我去做一些小妹的做 的一些工作 然后我就觉得 我很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 委屈了 没错 然后就算薪水很好 我也完全不想要做耶 我可以耶 你可以对不对 我可以耶 他只要前面提到薪水很好 他什么都可以 可是我真的没办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性格的关系 对 性格就是硬 环俊逼他当老板 所以后来又离开了 后来我又 对 我是自己 fire 调老板的 对 酷 王老师你觉得 这么优秀女生 人胜胜利组 为什么她好像接二连三 工作不顺利 召妓啊 对 人红召妓 人红召妓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她长得像玛利欧这样子 可能就不会 就不会 因为就是你又漂亮 又会做事 又能干 又聪明 又读书 听你一下 所有好事都让你占尽了 就嫉妒了 就要让你不太舒服 后来你因为家里的因素创业 对 其实也是因为 我自己爸爸 他就是因为工作 也是因为年纪 所以他有糖尿病 那当时因为糖尿病 其实对于我们的代谢 整个都有这个影响 然后他当时就想要 就是吃益生菌 然后就跟我说 女儿啊 你是营养师 那你去帮我挑益生菌好不好 结果我就去药局 然后就是每一罐都拿起来看 结果翻到背面看成分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完全不敢吃 因为这真的是要 你在这个圈子里面 你才会知道成分要怎么看 对 那因为每个大部分 都有添加糖 香料 色素 这种东西 那我怎么可能 给我爸吃这种东西 而且益生菌不是吃一次就好 他是要每天吃 对啊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 既然我可以研发防淡咖啡 那代表我也可以做益生菌给你吃 对 所以当时就是做给爸爸吃 那自己开公司应该就顺利了吧 因为一切你自己掌握 没错 就是我就是 员工你自己选 选给你何得来的 还是艺人公司啊 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来 对 我就连那个财务报表啊 或者是401报表 或者是开发票我都要自己开 兼会计喔 对 我就是什么都从头学 对 然后就连那个库存啊 要点货 有没有 全部自己来 对 我全部自己来 我配方也是自己挑 对 然后因为工厂一定会跟你说 就是哎呀 我们一定有一个门槛 你要给我进一千盒我才要帮你做 你留的 对 没错 但是我又不想跟家里拿钱 所以我就是去找了青年贷款 我就是自己就算贷款 我也要去做好这件事情 对 那想必就是看到现在 已经快要两年了 那我也觉得我目前做得还不错 这样子 好 所以女生是可以很美 也可以很努力的啦 阿德老师 你点评一下 怎么看她转变的决心 没有啦 就是看起来好像 好像在每个职场 几乎都是被霸凌或是被排挤 但是你这样回想过程 没有前面被霸凌 你不会去点货 对 没有前面这家公司 你没有办法去生产一个新的东西 对 然后没有这一个空降部队 你不会出来创业 对 所以来讲就是说 人生不能只看医生 比如像玛丽欧这样子 她哪有很惨 而且她真的得奖是 运气真的没有错 真的是运气 因为我当过评审我知道 所以有两种人其实很难得讲 就是太红的人 因为你还想说当评审的人 这些可能都已经不在这个业内 边边的人在做评审 所以太红的人他是会演红的 对 就类似这样了 那你说运气 你说会不会很苦 大爆料 跟反骨比起来 你哪有苦 你要反骨到死之前 就话没有卖出一两幅 所以来讲就是说 我觉得人生来讲就是说 就看你能不能心甘情愿去扛这个东西 看每一次给你的错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从一个高我的角度 去看这个经历 因为如果你一直用小我在看这个事件的话 你每一次都想不开啊 对 但是你只有走到高我的时候 你才会说 原来我们可以把我们人生当作观赏电影来看 因为只有在看电影的时候 你才会看到这个角色的内心戏嘛 跟看他整个全面的前途 或是未来的发展嘛 不然你一直在那个角色里面 跟他的情绪跑 要看看 所以人生其实安排都很巧妙的 坏事有时候其实是好事的酝鸟